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第二道题 说到水平外力F的作用的物体 在粗糙的水平上做直线运动 其微地图如如所示 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图像 和我们的运动结合的问题 那么这个题目的话 咱们先看一下受力分析 这个物体肯定在水平外力上做到这样 受力的作用 一个是YF 一个是我们的摩擦力6MG 肯定是受到两个界势作用 然后开始加速 那么我下面看这个微地图 这个微地图的话 直接微地图和我们这个力肯定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把它转变为加速度就可以了吧 那加速度是不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么小到最高点是不是加速度变成0了 所以0到T这段其实非常明显 是不是啊 就是我们的外力F 但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所以这一段对于是F变小的 F变小了 没错吧 F变小了之后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点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点是吧 是我们的加速度为0 因为这个点斜率是0嘛 加速度就是0 那么这个点加速为0的话 说明它受力平衡 那么这一个点对于F 它等于μMG 等于μMG 那么我们继续啊 那么过了这个点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速度 它是慢慢的变小的 那么变小的过程中 加速度怎么变化 加速度看谁 加速度应该看斜率啊 加速度它会慢慢的变 变什么 加速度的值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是吧 有人说加速度不是负的吗 对吧 我们比加速度大小的时候 只看它的数值大小 不看前面的正负号吧 前面的正负号是我们的方向 所以加速度越来越大 而且是反向越来越大 所以第二段的话 其实有两种可能性 不知道同学发现没有 第一种可能性是这样的 叫做F慢慢的变小 只需要F的慢慢变小 是不是就可以使我们的减速的加速度 它越来越大 所以第一种可能性就是 F它慢慢变小就可以了 但是还有第二种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呢 我们现在只知道这个加速度越来越大 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这样 就F慢慢变小变小变小 一直减到0的过程中 我们的加速度是不是反向加速度越来越大 但是呢 我们到0之后呢 F还可以反向增加 是不是还是满足这个曲线啊 所以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 F变小到0 然后呢反向增加 而这个态度也是有可能的 是吧 把运动分析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选项吧 A选项说 0到T一段时间内 外力F不断的变小 第二个 T一时刻外力F 它应该等于摩擦力 C T一到T二时刻 外力F可能不断的变小 最后一个 T一到T二时刻 外力F可能先变小到0 然后反向增加 C和D 它都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的例题二 那么下面是我们的例题三 这个题目非常的简单 我是在2013年1月 晚上的公共交通的助力系统 某种学骑进车刚开始一段的运动 可以开成直线运动 其运动的图像如图所示 0到T一时间内 那么它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平均速度才应该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就是现在我们画到这样的直线 如果它沿着这条线过去的话 那么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位移啊 那我们的平均速度 是不是应该是二分之一倍的位零 没错吧 那么现在我们不是沿着这条直线过去的 沿着这个直线过去 我们的速度 我们的位移肯定比刚才的位移要大 平均速度也比刚才要大 所以选择RB选项 至于加速度其实很好辨认吧 加速度就是我们这个线的写率 这个写率一开始是非常高的 后来慢慢的变小 所以我们的加速度一定是慢慢的变小的 答案选择我们的RB选项 这个题目难度非常的低 第四道题 这个题目有点怪怪的 说字典做什么运动 说直线运动的位移和时间 平方的关系 这个题目看清楚 是XT方图而非XT图 所以看题目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我们省其 说该字典的 人们说这个题目我真的看不懂 因为这边是T平方 最近我觉得看不懂 因为老师从来没有教过什么叫 XT平方图 没有学过这个图 是不是就不会做了呢 从前我告诉你们一个好好的技巧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图像 比如说因为你们以后 做题的时候 他会尽量会给你一些 比较奇葩的这种图像 比如说 比如说XT方图 XV图 XV分之一图 都是有可能的 这个图像有很多种 那么这时候呢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图像 所对应的函数表达式写出来 比如这个图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XT方图 你可以想象 我们的位移方程怎么写的 位移方程叫做 X等于V0T 加上1分之1AT方 是这样写的吧 那你看一看 显然这个设置中 它就是X等于一个常数 乘以T平方 没有乘以T类像 所以这一下就没有了 跟你们把这个设置 它对比一下不就行了吗 这个设置叫做 X等于 1倍的T平方 是不是 1倍 没错 就是1倍的T平方 X等于T平方 就等于T平方 这两个设置你对比一下 就很容易发现 A等于多少 2分之1A 它应该等于1吧 所以A 它等于2米每20方秒 所以这个运动 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云变数据线运动 而且我们应该知道 加速度等于2米每20方秒 所以A是错的 那么并选项说 相邻的一秒时间的 位移它作为2米 那么并选项它考的是我们一个 非常典型的公式 这个公式 叫做3X 它等于AT方的公式 A它等于2T等于1方 所以算起来正好是2米 所以B呢 它是正确的 那么C 第二秒内的位移是2米 这个应该是错的 那这个其实算起来也非常简单 我们算第二秒内的位移怎么算的 因为我们知道X等于T平方 没错吧 第一秒内的位移 是不是等于E啊 前两秒内的位移 是不是X等于2的平方啊 所以当然它等于4 那么也就是说 第二秒的位移应该是前两秒 减去前一秒它等于3 所以它正确是错误的 最后这个啊 物体第三秒内的平均速度的大小是3米每秒 这个肯定也是错的 因为我们已经发现第一秒内的位移是1米 第二秒内的位移是3米 那么这样的话第三秒内的位移肯定是5米 第四秒内的位移肯定是7米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等差数列的性质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知道第三秒内的位移是5米 平均速度就是5米每秒 所以答案错了啊 选择什么 选择B选上就没有问题了